莫斯科有一位贵夫人 一位太太 她很吝啬 她需要找两个跟在车后的仆役 个子要高高的 这符合她的趣味 她已经有一个贴身女仆 个子更高 她说 这时伊波利特公爵沉思起来 显然是在苦思冥想网下怎么说 她说是的 她说丫头 快穿上浩衣 跟着我在车后头去拜客 讲到这里时 听众还没有笑 伊波利特公爵 自己却扑斥一声笑了起来 这产生了不利于她的效果 然而许多人 其中包括那位上年级的太太 和安娜帕弗洛夫娜 还是笑了笑 她坐上车走了 突然刮起了大风 丫头的帽子刮掉了 长头发散了开来 这时她再也忍不住了 便开始上气不接下气地笑起来 一面笑一面说 于是 整个上流社会都知道了 笑话讲到这里就完了 尽管谁也不知道 她为什么要讲这个笑话 和为什么一定要用俄语讲 但是安娜帕弗洛夫娜和别的人 都称赞伊波利特公爵的好意 使她如此愉快地 结束了皮埃尔先生 令人不快的和没有礼貌的越轨行为 在听完笑话后 人们开始分散进行闲谈 谈的是下一次和上一次的舞会 以及戏剧演出 还有谁将在何时何地见面 等等 客人们对安娜帕弗洛夫娜 举行了一个令人陶醉的晚会 表示感谢后 开始散了 皮埃尔动作笨拙 她很胖 个子比一般人要高 肩膀宽阔 浅红色的手很大 像人们常说的那样 她不知道如何进客厅 更不知道如何出客厅 也就是说 不会在出客厅前 说一些特别令人愉快的话 此外 她还常常心不在焉 站起身时 她没有拿自己的帽子 却抓起了一顶 却有将官与世的三角帽 在手里拿着 扯着上面的帽鹰 直到那位将军 请她归还为止 但是 她心不在焉 以及不知道如何进客厅 和如何在客厅里 说话的缺点 却由温厚 淳朴和公谦的表情 弥补了 安娜帕弗洛夫娜 向她转过身来 以基督徒的温和 表示原谅 她的越轨行动 朝她点了点头 希望能再见到您 并且希望您能改变自己的看法 亲爱的皮埃尔先生 她说 当她说这些话时 皮埃尔什么也没有回答 只鞠了一躬 并再次向大家露出了微笑 这微笑什么也不说明 只说明这一点 看法归看法 你们可以看到 我是一个多么善良和多么好的年轻人 所有的人连同安娜帕弗洛夫娜 都不由自主地感觉到了这一点 安德烈公爵到了前厅 把肩膀伸向给她披斗篷的仆人 淡默地听她的妻子 同也到了前厅的伊波利特公爵闲扯 伊波利特公爵站在漂亮的怀孕的公爵夫人旁边 举着戴柄的眼镜 直瞪瞪地看着她 请回吧 安妮特 您会感冒的 娇小的公爵夫人 在同安娜帕弗洛夫娜告别时说 就这样决定了 她又低声添了一句 安娜帕弗洛夫娜 已同娇小的公爵夫人 谈过有意给 安娜托利和她的小姑子 做梅的事 我就指望你了 亲爱的朋友 安娜帕弗洛夫娜也低声说 您写信问她 并告诉我 她的父亲怎样看待这件事 再见 说完 她离开了前厅 伊波利特公爵 走到娇小的公爵夫人跟前 把脸凑近她 开始压低声音 对她说一件事 两个仆人 一个是公爵夫人的 一个是她的 在等他们把话说完 两个人拿着披肩和常礼服站着 听着他们不懂得法国话 他们脸部的表情却表示 似乎他们懂得说的是什么 但是不愿意透露出这一点 公爵夫人像平常一样 说话时面带微笑 听的时候则笑出声来 我很高兴 没有去参加英国公使的庆祝会 伊波利特公爵说 无聊 晚会好极了 好极了 不是吗 听说 那里将举行一个很好的舞会 公爵夫人翘起 长着绒毛的小嘴唇 回答道 社交界所有的漂亮女人 都将参加 不是所有的 因为您不去 不是所有的 伊波利特公爵高兴地笑着说 他从仆人手里抓过披肩 甚至把仆人推开 亲自动手 把他披在公爵夫人身上 不知是由于动作 笨拙 还是有意的 谁也无法弄清是怎么回事 披肩已经披好了 他还很久没有放开手 仿佛在拥抱着 这个年轻的女人 公爵夫人姿势优美地躲开她 但是仍然微笑着 他转过身来 看了丈夫一眼 安德烈公爵的眼睛闭着 他好像很疲倦 想要睡觉 您准备好了吗 他问妻子 两眼有意不看她 伊波利特公爵 匆匆忙忙地穿上 他的长礼服 这件新式的礼服 长过脚跟 他穿着它 磕磕绊绊地 跟在公爵夫人后面 跑到台阶上 这时仆人正扶着他上马车 公爵夫人 再见 她喊道 舌头也像两只脚那样 不那么灵活了 公爵夫人撩起衣裙 在黑暗的马车里坐下了 她的丈夫整了整军刀 伊波利特公爵借口帮忙 给大家添乱 对不起先生 安德热公爵用俄语 冷淡而讨厌地 对妨碍他上车的 伊波利特公爵说 我等着你 皮埃尔 说话的仍然是 安德热公爵的声音 不过语气 亲切而柔和 前倒马御手 催马向前 马车的车轮 隆隆地响了起来 伊波利特公爵 时段时序地笑着 站在台阶上等着紫爵 他答应把紫爵送回家去 我说亲爱的 您的那位娇小的公爵夫人 非常可爱 非常可爱 紫爵在与伊波利特 一起在马车里坐好后说 非常可爱 他吻了吻自己的手指尖 完完全全是一个法国女人 伊波利特扑斥一声笑了起来 您知道 您那副天真无邪的样子 其实很可怕 紫爵接着说 我同情那可怜的丈夫 那个小军官 他装出一副 在位君主的样子 伊波利特又扑斥一声笑了 并且笑着说 您曾经说过 俄罗斯女人不如法国女人 应当善于笼络他们 皮埃尔先到了 他像自家人一样 进了安德烈公爵的书房 立刻照老习惯在沙发上躺下 随手从书架上拿了一本书 用胳膊肘支撑着身体 开始从中间读起来 您在舍利尔女士家干了些什么 她现在就要完全病倒了 安德烈公爵走进书房时 一面说 一面搓着白净的手 皮埃尔整个身体转了过来 弄得沙发咯吱咯吱响 他把兴奋的脸 转向安德烈公爵笑了笑 挥了挥手 不 这位神父很有意思 只不过 对问题的理解不对头 照我看来 永久的和平是可能的 但是我不知道 这该怎么说 不过 不是通过政治军事 安德烈公爵显然 对这种抽象的谈话 不感兴趣 亲爱的 不能把你所想的事 到处去说 怎么 你最后做了什么决定没有 去当禁卫骑兵 还是去当外交官 安德烈公爵在沉默片刻后问道 皮埃尔从沙发上坐了起来 盘起腿 您瞧 我还不知道干什么呢 这两种工作 我都不喜欢 但是 总应当做一个决定吧 你的父亲正在等着呢 皮埃尔十岁的时候 就和一个担任家庭教师的神父 一起到了国外 在那里 在那里一直待到二十岁 他回到莫斯科时 父亲辞退了神父 对儿子说 现在 你到彼得堡去吧 熟悉一下环境 选担任家庭教师的神父亲 选择一件事情做作 你干什么我都同意 这是让你带给瓦西里公爵的一封信 这是钱 把所有情况写信告诉我 我将在各个方面帮助你 皮埃尔选择差事已经选择了三个月 什么结果也没有 安德烈公爵对他说的就是这件事 皮埃尔擦了擦钱额 他想必是一个共济会员 皮埃尔说 他指的是在晚会上见到的那位神父 所有这些都是荒诞无稽的想法 安德烈公爵又阻止他说 最好还是谈一谈正经事 你去过禁卫骑兵队吗 不 还没有去 不过我产生了一个想法 想对您说 现在正在进行反拿破仑的战争 如果这是为自由而战 那么我能理解 我就会第一个报名去服军役 但是帮助英国和奥地利 去反对世界上最伟大的人 这不好 安德烈公爵听了皮埃尔这样幼稚的话 只是耸了耸肩 他做出对这种蠢话 无法回答的样子 但是对这个天真的问题 确实很难做出与安德烈公爵不同的表示 如果所有的人只是根据自己的信念而去打仗 那么就不会有战争了 他说 那就太好了 皮埃尔说 安德烈公爵冷笑了一声 也许这真的是太好了 但是这一点永远不会实现 那么您为了什么去打仗呢 皮埃尔问 为了什么 我不知道 需要这样做 此外 我去 他停住了 我去 是因为我在这里的生活 不合我的心意 在隔壁的房间内 站起身来 宾宾有礼地把圈椅挪到他跟前 我常常想 为什么 夫人急忙坐到圈椅上 像平常一样用法语说 究竟为什么 安妮特不嫁人 你们大家 先生们 都很愚蠢 竟然没有人娶她 恕我直言 你们根本不了解女人 您真喜欢争论 皮埃尔先生 我和您的丈夫 也一直在争论 我不明白 他为什么要去打仗 皮埃尔毫不拘束地 对公爵夫人说 没有年轻男子 和年轻女子说话时 常有的那种 局促不安的表现 公爵夫人浑身抖动了一下 看来 皮埃尔的话 触及了他的痛处 唉 我也是这样说 他说 我不明白 完完全全不明白 为什么男人们 不打仗就不行呢 为什么我们女人 什么也不想 什么也不需要 就请您来评评礼 我一直对他说 在这里 他是叔叔的副官 这个位置再好不过了 大家都知道他 气重他 前些日子 我在阿布拉克辛家 听到一位太太问道 这是有名的安德烈公爵吗 我说的完全是实话 说着他笑了起来 他到处都受欢迎 他能很容易地成为 侍从武官 您知道 您知道 仁慈的皇帝 曾同他谈过话 我和安妮特说 这件事很容易办成 您以为如何 皮埃尔朝安德烈公爵公爵看了一眼 发现他的朋友不喜欢谈这件事 便什么也没有回答 您什么时候走 他问 唉 不要对我讲 他走的事 不要对我讲 我不愿意听 公爵夫人用一种 任性顽皮的腔调说 夫人在客厅里 同伊波利特说话时 用的就是这种腔调 而在家里 在皮埃尔似乎是家庭成员的情况下 这样说话显然不合适 今天 当我想到要断绝 所有这些可贵的联系时 还有 你知道吗 安德烈 他意味深长地朝丈夫眨眨眼 我害怕 我害怕 他低声说 整个脊背颤动着 安德烈公爵朝他看了一眼 从公爵的神情来看 似乎公爵在发觉 房间里除了他和皮埃尔外 还有第三个人 而感到有些惊讶 然而公爵还是冷淡 而有礼貌地问妻子 你怕什么呀 丽莎 我不明白 他说 瞧 所有男人都是自私的 所有的 所有的男人都自私自利 自己为了满足古怪的愿望 天知道为了什么扔下我 把我一个人送到乡下幽禁起来 别忘了 你同你父亲和妹妹在一起 安德烈公爵低声说 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孤身一人 没有我的朋友们 还想要我不害怕呢 公爵夫人已经在埋怨了 她翘起了小嘴唇 脸上出现的已经不是快乐的表情 而是一种凶狠的像松鼠一样的表情 她停住不说了 似乎认为当着皮埃尔的面 说自己怀孕有失体面 可是问题的实质正在于此 我还是没有明白 你害怕什么 安德烈公爵凝视着妻子 慢吞吞地说 公爵夫人仗红了脸 无可奈何地挥了挥手 不 安德烈 我说 你完全变了 完全变了 大夫叫你早点睡觉 安德烈公爵说 你还是去睡吧 公爵夫人什么也没说 突然 她的长着绒毛的小嘴唇颤抖起来 安德烈公爵站起身来 耸了耸肩 从房间的一头走到那一头 皮埃尔透过眼镜 惊讶和天真的 时而看看公爵 时而看看夫人 动了一下 似乎也想站起来 但是又改变了主意 对我来说 皮埃尔先生在这里也不碍事 娇小的公爵夫人突然说到 她那漂亮的脸 一下子拉长 成为一副枯桑像 我早就想对你说 安德烈 你为什么对我变成这样 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了 你要到部队去 你不可怜我 为了什么 临上 安德烈公爵只是这样 喊了一声 而在这喊声里既有请求 也有威胁 而主要的是相信 公爵夫人自己会为自己的话 后悔的 但是夫人急急忙忙地往下说 你对待我 像对待病人或孩子一样 我什么都看见了 难道半年前你是这样吗 丽莎 我请求你不要说了 安德烈公爵的语气更严厉了 皮埃尔在他们说话的时候越来越激动 他站起身来 走到公爵夫人面前 他好像见不得眼泪 自己眼看就要哭出声来 公爵夫人 请您放心 这是您的感觉 因为请您相信我的话 我自己有过体验 由于 因为 不 请原谅 外人在这里是多余的 不 请您放宽心 再见 安德烈公爵拉住他的手 不 等一下皮埃尔 公爵夫人的心很好 他不会让我失去 与你一起消磨一个晚上的快乐的 不 他只想着自己 公爵夫人说 气愤的眼泪忍不住夺况而出 丽莎 安德烈公爵提高声调 冷冰冰地说 这表明他再也无法忍受了 谢谢大家